半数在家办公的员工可以回到工作场所上班的头一天 受访员工表示早上地铁人潮略有增加 不过中小企业商会说 部分会员仍有多数员工在家办公因为已经习惯了 记者吴良祥报道 据观察 今天早上8点30分 中央商业区内的莱佛市方地铁站 人潮比昨天越少多了一些 我今天是第一天回来上班 50%的人吧 其实不是很多人回来 地铁上是比较多人 我发现到尤其是你站在旁边 平时是我们有位置坐 今天的话就比较少位置坐 受访员工表示 多数雇主继续确保员工 仍有至少一半的时间在家办公 现在有他们的安排是50% 所以我们就分八个 八个在家八个在公司 我们分成两组 第一组是星期一星期二 然后另外一组是星期三星期四 然后半五就是在家坐 中小企业商会授讯时说 在家工作和以线上方式参加会议 仍是一些会员公司的既定工作方式 只有那些必须实地操作的员工才需要回公司 对 , 感谢观看